在宝山区几十年前发生了一起命案 因为年轻的女子被杀死在屋内 出租屋内 所以警方对这个女子和她的接触过的人 进行了拉网式的调查 但是怎么查都查不到这个蓝通口音的人 其实这个事情现在破了以后 倒是觉得很多事情可以理解 但是当初限于行政技术 限于当时的认知 所以让这个罪犯漏网了 而且她在2015年已经去世了 但是好在现今的高科技 让这个犯罪嫌疑人重新露出水面 让这起案子交代 其实这位女子说她社会关系复杂 包括说她和这个男子在宝山城区的某街心花园 有很多交集 就可以大致猜测这个女子从事的行业 从事的这种工作是有问题的 可以说是封城女子吧 但是她交往很多人都有这个通讯录都有记录 但是呢警方却找不到这个人 而这个人呢最终被这个生物数据比对找到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她的亲戚家里人出了事犯了事啊 才找到这个比对过来 然后呢再借由这个当时画的这个人像啊 到了这个村子里面 村干部一眼认出他来 这位姓沈的人士呢 在2002年突然返回这个村子里面 但是在15年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起案子的侦破 还真的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 那是天网灰灰树而不漏 But it's time for It's time for Pice ofault And you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